十日后 监察院内 叶飞青乃叶刘云青侄子 今年二十五 意表人才 家财万贯 父母早亡 乃平州所有女孩心目中未来相公的不二人选 可是那些姑娘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 叶飞青居然会被监察院带走 而且还关进了监察院的大牢 要知道 监察院的大牢可是个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多少人进去之后就再也没出来 而出来也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那是个绝顶恐怖的存在 陈院长 你把我抓起来 到底所为何事 叶飞青站在私底里曾经站过的牢内 双手把着牢门 脸上满是不愤 不急 一会儿再说 陈平平的轮椅就停在不远处 带着微笑看着他 不多时 范贤就来了 哟 这位是 范贤不识叶飞青 既然他住进了私底里曾经住过的牢房 当即有些诧异 这位就是平州香料坊总管叶飞青 叶流云的侧子 叶总管 这位就是范贤 陈平平这就算是给他们两个人互相介绍了 叶飞青听得范贤之名 嘴角顿时上翘 掀起了一抹嘲讽 原来 你就是那个范贤的私生子 我道你有什么本事 而今不过是投靠了林相 采取了林瓦儿 你凭什么接手内苦 你不配 叶飞青脸上的不屑和他的语气几乎是百分百一致的 画到后面甚至还浮现出了丝丝缕缕的恨意 只是在眼眶中转瞬即逝 叶总管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我刚来一句话没说 就问了问你是谁你就这般的羞辱我 不好吧 再说了 这难道就是你叶家的家风 范贤面目改色地看着他 眉间青斗 模样甚为淡然 他知道 这世上不满自己接手内裤的大有人在 倘若每个人都与他吵一架 那他这一天天的唾沫都来不及自动生成 哼 我叶家家风如何还轮不到你这个私生子来评论 你不过是苟杖人士 有什么可神器的 叶飞青看着范贤 脸上愤恨不屑之设更甚 在他看来 范贤不过是有个好爹而已 如果不是范贤的缘故 范贤凭什么能有精时精日的地位 而他自己则不一样 他能有精时精日的成就 那完全就是他一手一手拼来的 可是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却与范贤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甚至连 叶总理 我来与你捋捋 你说我是苟杖人士 这样我不反驳 毕竟我的确有个好爹 这是我想抹也抹不掉的 但叶总管请想想自己 倘若你不是叶流云的侄子 倘若你爹不是当初力保陛下登基的大忠臣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你以为长公主会把一个 每年数十万两利润的香料坊交给你 五十不孝百不二 叶总管省省 咱们说点正经事可还行 范贤也是觉得无趣 为什么这世界上就有这么多人喜欢无聊扯淡呢 聊点正事不好吗 被范贤这么一击 叶飞卿当即雨塞 谁还没点背景呢 那我叶飞卿也比你这范贤厉害 你不过靠着女人爬到了今天的位置 离开了林瓦尔 你什么也不是 叶飞卿赤笑一番 眉眼间顿声讥讽 行了吧叶总管 惊着我来 不是来与你吵架的 说点正事 早点说完 咱们早点结束 如何 范贤实在不愿意跟这样的人争辩 因为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我倒要看看你这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 不以为然地看着范贤 叶飞卿双手已然背在了身后 一旁的陈萍萍始终未曾说话 若无其事般地看着两人 叶总管 我在清点内裤账目的时候 发现你有一笔十万两的银子款项 未曾上授 不知是何缘故 什么 叶飞卿闻声 脸色顿时大变 他抬眼看向陈萍萍 好似在询问此事真假 因为监察院也是有账策的 镇北侯乃是陛下钦点的内裤接手之人 内裤知识全权由他负责 陈萍萍不假思索地笑道 闻言 叶飞轻双眉顿时紧奏 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范贤 叶总管 还请回答我的问题 范贤的声音不急不缓 但却透着一股极强的穿透力 给人一种震荡心绳的感觉 香料房每年的账母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若是有十万两银子的款项未曾上报 监察院早就发现了 怎么会留到现在才来问及 范贤 你觉得我会信吗 能够掌管一个利润如此之大的香料房 叶飞卿的智商自然是在线的 他知道 现在否认自己不知情 或者从未瞒报任何款项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另辟蹊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为自己辩驳道 我知道你不行 所以我将这两本账册都拿来了 你自己看看 说着 范贤将两本账册顺手就丢进了牢中 叶飞卿看着脚下的账册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不该拿起来查看 思索再三 他弯腰捡起了账册 细细查阅 可是当他看到那十万两银子的款项时 紧皱了双眉顿时使劲下压 整张脸都为之扭曲了 这不可能 你篡改了账目 叶飞卿当即醒悟了过来 他从未瞒报任何的账目 除非是范贤修改的 不然两本账本上的数字不该不一样 还挺聪明的 范贤笑了笑 而后又从袖中掏出另外一本账册 扔给了他 再看看 这本和你手上的那两本 有什么不同 内裤账册之多 简直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 可范贤却只拿了这三本来 由此可见 这三本账册中隐藏的东西 足以让他对内裤所有的账册 有绝对的认识 叶飞轻不假思索地捡起那本账册 一看之下 脸色顿时俱变 原本他还只是愤恨和不屑 可此时却呼得忐忑不安起来 拿着账册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叶飞轻摇着头惶恐地道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解莫为 第二本账册 也就是范贤后来扔给叶飞轻的账册 其实是陈平平给他的 而那本账册 乃是陈平平在搜查诸葛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账册上记录着 叶飞轻通过香料房 这几年向外转运银子 足达三百多万两 这原本是足以证明 长公主谋取私利的证据 可是后来长公主陷害范贤 自取灭亡 所以这门账册也就是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直到范贤向陈平平透露出了自己的计划 陈平平这才将账册拿了出来 我说 你有一笔十万两银子的款项 未曾向朝廷汇报 也未曾记录在这账册之上 那是因为你舒适也留云 如果我把这一本账册拿给陛下看 你觉得你这个香料房总管的脑袋 还能不能继续留在自己的脖子上 叶飞轻看不起范贤 依靠家世平补清云 可现在叶飞轻 却需要家世来保全性命 刚才他骂范贤的那些话 现在看来 竟然只是一个笑话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冷的笑话 账册上明明白白地记录着 他这些年往外转运的款项 每一笔都清晰在暗 他就算是有十张嘴 也无法为自己辩驳 煞时间 叶飞轻面如死灰 只是他心中仍旧有一个疑惑 这时 范贤好整以侠地坐了下来 若无其事地看着叶飞轻 说说吧 你都知道多少 叶飞轻只是个由头 范贤真正要查的 是内裤之中到底有多少烂账 你杀了我吧 可是让范贤没想到的是 叶飞轻呼得闭上了眼睛 脸上一副甘愿赴死的表情 宁死 他也不会透露任何一点 有关于长公主做假账 勒取暴力的事 我为何要杀你 难道该死的不是长公主吗 范贤就故意提了长公主 果然 听到长公主 叶飞轻刚刚闭上了眼睛 煞时间睁开眼来 用一种激进癫狂的眼神 盯着范贤 你休想从这儿 得到任何的证据 他咬着牙盯着范贤道 看来你的消息还真不错 然而这时 范贤却转头看向了陈平平 原来 陈平平一早就告诉过范贤 叶飞轻对于长公主的爱慕 几乎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 这些年长公主 某取暴力大多都是 从叶飞轻的香料坊处得来的 而叶飞轻也心甘情愿 为长公主赴汤蹈火 尽管她的香料坊利润 每年都在减少 甚至引起了监察院的怀疑 陈平平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线索 所以才会一查到底 叶飞轻 实话与你说了吧 今日请你过来 如此刻刻忌急 已经给足了叶刘云面子 你若说实话 或许还能保全叶嘉义族的颜面 但如果你选择继续求死 那明日叶流云就会来这里提人 到时候你该怎么办 还是得怎么办 只是今夜的皮肉之苦 怕是免不了了 陈平平也显得极为淡然 因为即便是叶流云来到了监察院 那也得让叶飞轻 把真相说出来 不然他也带不走叶飞轻 听到这里 叶飞轻已然明白了 监察院不会让他死 叶流云只要来了监察院 那就等同于自己把叶家的脸都丢尽了 叶家数百年的光辉门媚 一夜之间静丧在他的手中 他抬起头 目光阴冷 脸上满是怨恨 他想猛地咬下舌头 但却发现自己好像突然之间就没了力气 牙齿咬在舌头上 竟然不痛不痒 你们 你们竟然下毒 刚刚说完 他就瘫软在地上 背靠着监牢房 才没有倒在地上 你放心 在你没有说实话之前 我是不会让你死的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陈萍萍扭头看向范贤 叶总管 有个消息我要告诉你 张公主用这些年贪污的钱 刚刚贿赂了不少边关的将士 他们正朝北齐边境开播 如果所料不差 至多十日 北京就会传来战火 到时候你这个腐败的香料坊总管 就成为了挑起两国战火的奸贼 而长公主贿赂那些将士 则会成为叛军 由大皇子的大军剿灭 叶家族百年轻语 将在你的手上 毁于一旦 你好自为之吧 烟霸 范贤转身便推着陈萍萍的轮椅离开了监牢 两人走在前往监牢的通道上 轮椅车轮发出沉闷的响声 皇宫 御书房 陛下 北京传来消息 谢彼安约战狼桃 侯公公站在踏上的暗基前 功声汇报 庆帝闻声点了点头 但却并未吭声 大方子在信中道 太极力阻止 奈何谢彼安武功太高 只能任由着他前往北齐 侯公公偷看了盐庆帝 待见其仍旧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才继续道 老大也不是真心想拦谢彼安的 朕觉得他倒是希望边境打起来 不然他就这样回京 没什么把握与太子相争 庆帝手中拿着朱笔淡然道 宁才人给大皇子出了主意 虽然宁才人被罚了 但却也点醒了大皇子 要想回京与太子斗 没点战功怎么能行 可陛下不是已经给了大皇子 殿下秘旨 他岂敢再如此而为 侯公公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违抗圣旨 那可是死罪 谁知庆帝看了一眼他 竟然笑了起来 他当然不敢抗旨 倘若北齐主动上门挑衅呢 或者北齐主动发起进攻呢 他身为镇前主帅 断不得让敌军如此猖狂 回军进攻乃是必然的 朕得要看看 他到底如何收场 放下朱笔 静力伸了个懒腰 两手插腰转头看向窗外 陛下 郎头也是九品上的高手 谢彼安如何能杀得了他 胡公公还是不太明白 谢彼安不一定能杀得了 但老大可以 北静啊 千里之遥 他暗中坐点手脚 真有岂能知晓 杀了郎陶 引起北齐大军激愤 从而挑起两国战火 然后他再建立功勋 可真是一条好计谋啊 静力笑着摇头 看上去有些无奈 但又有些不以为然 无奈在于发动战争的乃是大皇子 不以为然在于 他知道有了会出手阻止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 再见